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丹麦的剧情片《狩猎》 影片开场 在11月份的一个大冷天 我们的男主人公憋屈叔 正跟一帮傻老爷们莫傻气 这憋屈叔以前在学校教书 可由于学校经营不善吃不上饭了 他只好到一家幼儿园当了一名老师 原子弹炸老鼠洞属于典型的大材小物 这憋屈叔虽然离婚多年 但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身边那些女人 甭管是离意还是丧无 她丑都不丑 单位的大龄圣女恨嫁妹 多次暗示她可以进一步接触 虽然憋屈叔三观很正 但最后还是有些纯正运动 这天憋屈叔刚从超市出来 便看到胡子叔和冷淡姐的闺女小萝莉 正一个人站在门口发冷 小萝莉说 我现在就像一只迷路的小蜜蜂啊 东西南北已经分不清了 憋屈叔叔老是带你回家 去找你那个不负责任的家妈 来到小萝莉家之后 小萝莉的爹地胡子叔说 既然你想你儿子 就给你前级打一电话 好好的交流一下 憋屈叔说 我是秀才遇到兵 有理说不清啊 那娘们就是一魂不拎的 水泼不进 胡子叔的大儿子 在跟同学看黄色图片的时候 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 让小萝莉也听见 后来她在构陷憋屈叔的时候 原封不动的给活休活用 由于胡子叔和冷淡姐整天的吵架 小萝莉在父母那儿 基本上得不到什么温暖 于是她渐渐地对憋屈叔 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感 在幼儿园里啊 小萝莉把一颗小猩猩包起来 送给了憋屈叔 而且还趁憋屈叔 在跟孩子们玩耍的时候 突然上去亲了憋屈叔一口 由于憋屈叔的教育方式 有些生硬 打碎了小萝莉五彩斑斓的梦 导致这小姑娘阴爱成汗 开始往憋屈叔身上铺葬手 晚上放学的时候 小萝莉跟园长李大妈说 憋屈叔不仅长得难看 蠢得要命 而且她的钉钉还又粗又硬 小萝莉说着 又把她送给憋屈叔的 小心心拿了出来 说这玩意也是她送的 李大妈一听的 尾巴根就窜上一股凉气 意识到憋屈叔 很可能对小萝莉做了什么事 由于恨嫁妹的 一路穷追猛打 憋屈叔终于扛不住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两人终于生米煮成了手感 把事理办了 转过天 园长李大妈把憋屈叔 叫到了办公室 李大妈说 有件事憋在我心里 可好几天了 我是老王把车胜托 再不吐出来 我可就真的没法活了 憋屈叔说 这事可不能脱预 赶快说 李大妈说 据一个孩子反应 说你曾经对他 干过一些很不道德的事 当然了 孩子的话 有时候会有很大的水分 也不能全信 但无风不起浪 我先放进几天下 等我把这件事 弄清楚再说 随后李大妈请来了 儿童专家询问小萝莉 其实问题就出在这 有时候成年人 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 就是过于的自负 认为像小萝莉 这种年纪的孩子 在这种问题上 绝不会散乎 因此在儿童专家的 一而再再而三的 心理暗示下 本来已经后悔的小萝莉 又开始说瞎话 其实从个人角度来说 我认为让这么小的孩子 饰演这种角色 并且要输出那种 赤裸裸的台词 非常的不合适 尤其是这个 所谓的儿童专家 用诱导性的语言 给毫无心理承受能力的孩子 描绘出的 一幅幅具象的画面 最终导致小萝莉 对事实和谎言 已经无法正确的判断 换句话来说 小萝莉撒得谎 她自己都信 由于这老家伙 是越关越过分的 把李大妈恶心的 都听不下去了 小萝莉走了之后 儿童专家跟李大妈 简单的交换了一下意 认为憋屈叔肯定是干的 打这儿起 这个屎盆子算是 结结实实的 扣在了憋屈叔的头上 随后李大妈 把小萝莉的妈咪冷淡节 请到了办公室 说你闺女小萝莉 被人给侵犯 而且还是一个 跟你们家走得很近的人干 要说这李大妈 可真是个人才 仅凭小萝莉的一面之词 不等警察调查取证 就把这事给盯了心了 而且还迅速 把这件事给公之于众 不仅如此 这李大妈 还给憋屈叔的前妻 打了一电话 本来憋屈叔的儿子 还打算搬过来 跟他爹地一块住 这下全跑到了 憋屈叔说 儿子 你爹地我一身正气 两修清风 怎么可能干那种事 旁边的恨嫁妹 一听就懵了 说这下你可算是 跳进黄河也写不清了 第二天的一早 憋屈叔就找到了李大妈 说你这个老娘们 是吃饱了没事干 唯恐天下不乱 你凭什么说就是我干 而且你还往我前妻家打电话 你这不是找着还骂了 李大妈一看憋屈叔 一身正气两修清风 当时就瞎门了 随后憋屈叔来到了小萝莉家 打算跟胡子叔好好解释去 胡子叔说 你甭跟我这下扯的 如果我发现这事是你干的 我保证让你领着办 小萝莉说 其实那些话都是我瞎编的 憋屈叔什么都没有做 可小萝莉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她妈咪冷淡姐说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你这属于选择性忘记 那王八蛋肯定是把你嫌犯了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相信这件事 因此也影响到了恨家们 恨家们说 你到底有没有碰过小萝莉啊 憋屈叔一听 这气就不打一出来 说你赶快给我滚蛋 这辈子咱俩就不要再见面了 这孩子就是孩子 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一个谎言 会把憋屈叔推向万劫不复之地 小萝莉依旧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但憋屈叔是越过越憋屈 转过天 憋屈叔被警察带走之后 他儿子来到了胡子叔家 憋屈叔的儿子问小萝莉 你为什么要说瞎话 为什么要诬陷我妈 胡子叔一看那能干吗 说你甭跟他捣乱了 赶快给我滚蛋 憋屈叔的儿子说 你们这帮傻缺啊 智商全都不在线 虽然大多数人都相信了小萝莉的谎言 但警察们可不是脑残的 由于证据不足 憋屈叔很快就被释放了 虽然警察和法院认为 憋屈叔是乌乌的 但那些愚昧且心理阴暗的人们 可没放过憋屈叔 这帮家伙不仅把憋屈叔 夹的玻璃给砸了 还把他的狗给刹了 转场之后 憋屈叔到超市买肉 不仅东西没买到 还挨了一顿胖揍 可这憋屈叔也不是好欺负的主 想当年在皇家赌场 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任务 这哥们儿也就杀了一回马枪 上去就是一老汉壮重了 当时就把那大块头 顶得是两眼冒进行 胡子叔在车里一看 好朋友落到如此的田地 心里也有点过意不去 平安夜 憋屈叔穿着西装来到教堂 他用哀怨的目光 扭头朝胡子叔一看 胡子叔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听着孩子们在台上唱歌 憋屈叔是越想越憋屈 实在是厌不下这口气 于是他来到胡子叔面前 上去就是一套组合拳 此时的胡子叔也意识到 这很可能是一场误 所以他根本没还手 小萝莉说爹地啊 我再重申一遍 憋屈叔真的什么都没看 一年后 这件事已经被人渐渐给遗忘了 大家也都重新接纳了憋屈叔 但在狩猎的时候 憋屈叔突然就遭到了别人的汗算 差一点就领了哈盘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嘛 要问谁的眼最像 当初园长李的吗 自以为是把人坑 就是一个大傻瓜